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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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Shema Konnichiwa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洗臉的跟卸妆的 跟一些清潔的敷臉的產品 那在基礎保養之前呢 我覺得選對自己的 清潔產品真的是很重要 那我覺得如果你用了 不適合自己的卸妝產品 洗臉產品的話 那你的皮膚的這個表面 那你的屏障已經呈現了 泛紅啦敏感啦 或者是已經 就是已經開始 過敏的情況下呢 你後面用的在 高級的保養品或者是 在可以修復你的保養品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效果 都會打折 所以呢 我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 我平常呢 自己一直多年來都愛用的 清潔產品 好 那趕快一起看下去吧 第一個 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呢 我已經用了 十年有的一個卸妝水 那這瓶呢 應該是沒有人不知道 但是我一直一直都是用 他們家的卸妝水 我後來有嘗試一些 開架的 可是我還是覺得都是 都比不上這一瓶卸妝水 好 是這個 這個是叫做 Bioderma的 然後中文叫做 背膚代碼的 它的是高效的潔膚液 那呢 我是用這個紅 紅蓋子的 這個紅蓋子應該也是 最原始的 然後最普遍的 那這罐呢 它有分三款 一個是 藍瓦 藍瓶子的 然後一個是 綠蓋子的 那我現在手邊的 還有我自己一直一直都是用 這一瓶 它是舒米的系列 這個舒米的潔膚液呢 我應該是用了十年以上的 然後也是數不清是N瓶了 那我現在手邊 這瓶是空瓶 然後這個是我又新開的 那我的用法是呢 我會先用這個 潔膚水 然後呢 沾化妝棉 那這個化妝棉呢 你一定要把它沾濕 這個潔膚水的量 一定要用夠 那平常我的彩妝呢 因為我不太上粉底液 那我在挑選的睫毛膏 也是用溫水 或者是比較輕鬆 能夠卸除的睫毛膏 所以呢 我在後面的 用一些卸妝產品之前呢 我一定會先用這個 Bioderma的這瓶 潔膚液 先把臉部的彩妝 全部用這個擦一次 那如果呢 你覺得皮膚很髒的時候呢 甚至會用兩張 這些表面的髒污先卸掉 然後再卸第二次 然後第二次的話就是 就是沒有什麼髒污殘留了 那這一罐呢 是標榜說 你可以用這個擦完之後啊 然後不用再去洗臉啊 就是可以也不用再擦化妝水 可是呢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是不放心 所以我還是會二次清潔 我會用我後續的再接膚乳 然後再加洗面乳 那我真的覺得說 你皮膚的清潔做好的話 你後面的保養品才會有效 也不容易呢 長粉刺或洞洞 那我真的是很推薦說 如果你今天皮膚是一個很敏感的人 甚至呢 你不曉得用什麼 什麼樣的卸妝產品適合你的話呢 我覺得我大力推薦 你可以買這個Bioderma的這個潔膚液 那這裡面呢 也有一些保養的成分在裡面 例如甘油啦 或者是一些植物的萃取 所以呢 比如說你冬天的 現在是夏天嘛 那冬天的話呢 用這瓶擦完的時候 皮膚也不會覺得緊繃 所以我真的很大力很大力的推薦說 如果你沒有用過他們家的潔膚液的話 你一定要用用看 那潔膚水之後呢 我要推薦的是 上次呢 跟大家推薦過的 Darfin的舒緩系列的 全效舒緩潔面乳 是這一瓶 這個 然後呢 它這一系列呢 都是with chamomile 就是呢 全部它這一些都是有羊肝組在裡面 然後它的味道呢 跟化妝水是很類似的 就是一個很療癒的一個炒本的味道 然後呢 這個系列的它的味道呢 都不是刺鼻的那種方向的味道 是真的是會讓你舒緩的 然後很自然的那種香氛的味道 這一罐呢 我已經用了數十瓶以上有了 然後這五年呢 我都是用這瓶潔膚乳 因為我覺得潔膚乳呢 是最溫和的 而且呢 比較不會讓你長痘痘啦 或者是長粉刺 那這一瓶呢 它真的是很溫和 但是呢 溫和的同時 它又可以卸除掉彩妝 所以呢 如果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防水的那些 比如說有防水的效果的 呃 粉底液啦 或者是真的是防水的睫毛膏的話 它這個 我覺得肯定是卸不掉 所以你前面呢 一定要用一些比較專業 呃 你前面呢 一定要用一些專門的眼唇卸妝液 把你的防水的彩妝都卸掉之後呢 再來用這個潔膚乳 那呢 它這個的質地是這樣的 欸咻 我給你們看一下 它是比較偏水感的這個潔膚乳 就是你可以很溫和的 就是 是輕輕的 稍微按摩你的皮膚 然後呢 就是這樣子 抹開之後是這樣子 它不是那種濃稠的 也不是那種 不好推開 就是你可以輕輕的就是這樣子 按摩你的皮膚這樣子 然後把那些你的彩妝啊 妝容掉 這樣子 然後它的味道就是真的是 是一個 是一個很療癒的味道 然後呢 它裡面有很多的 很多的植物的萃取在裡面 所以呢 你卸妝的同時呢 它的正經效果很好 所以也可以同時舒緩你的皮膚 那它這一整系列呢 都是在強調說 呃怎麼說 敏感肌膚啦 然後讓你的皮膚的屏障 能夠重建這樣子 所以呢 如果你找不到一款好用 你覺得你適合你自己的 呃 卸妝系列的產品的話呢 我極度推薦你可以試用看看這個 Darfin的植物乳 然後呢 也不會造成你的痘痘 所以呢 很推薦給大家 好 那分享完卸妝乳之後呢 卸妝乳之後 我就會用 呃 洗面乳系列 那呢 最近兩三年 我一直愛用的洗面乳呢 是這一條 將將 是這一條 厚拱成響的 它這條是叫 它英文是寫 Facial Foam Cleanser 那呢 呃 中文的話呢 是拱成響的 陰陽調和洗眼乳 那這一條呢 呃 我覺得它 視力值很高 因為呢 你看它這麼大一條 它有180ml在裡面 而且呢 它的用量只要一點點而已 它可以起很綿密的泡沫 我甚至是沒有用洗解眼網 洗面網 在打泡泡 我就是用手這樣搓而已 我覺得它的泡沫呢 已經算是很綿密的了 我算是一個洗臉難營 就是 我 我的皮膚只要用到不對的 洗臉的產品的話 我的皮膚就是 會很不穩定 然後呢 之前我愛用的洗棉乳 它就停產了 然後我一直就找不到 到底 到底 一直找不到自己適合的洗面乳 然後後來我就在台灣的 我就爬紋啊 然後就發現 這條啊 大家都很推薦 而且就是 它是那個 就是那個 美妝的網站上 都是排名第一名的 然後我就買來用用看 結果呢 就真的是很好用 然後呢 它的味道呢 就真的是很療癒 它是那個 呃 人生的味道 嗯 剛開始呢 我就是 還蠻驚訝的 因為就是很濃郁的 那種人生味 所以呢 也許有人會不喜歡 可是我個人是很喜歡 就是這種很草本的那種味道 它擠出來呢 是淡黃色的 淡黃色的 淡面乳 那呢 這條呢 它的味道呢 是就是 那種 呃 漢方的那種人生味 呃 如果 也許有人會不喜歡 可是我個人是很喜歡這種 蠻草本的味道的 它讓我也覺得很療癒 就是你洗臉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你是浸在那種 漢方的那種 中藥藥材裡面 然後 很舒服 那這條裡面呢 它的主要的配方 是有鷹耳的萃取精華 在裡面 所以呢 呃 用起來呢 強調的它是 不會讓你緊繃 然後呢 呃 也可以提升你的保水度 然後你洗完了 你的皮膚會有 一點點的那種光澤 所以呢 這條是 我最近期來 最愛用的一條洗面乳 然後呢 它的用量真的很省 我大概呢 我是如果早晚用的話 我大概可以用到五到六個月 真的不誇張 所以呢 如果你在找洗面乳的話呢 你可以去買買看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你覺得好不好用 近期呢 還有 找到了一條我也覺得 還蠻喜歡的洗面乳 那呢 我試用一陣子之後 再跟大家說 我覺得好不好用 然後甚至呢 我可以就是 比較一下說 呃 它跟厚的差別在哪裡 所以呢 我很推薦厚的洗面乳喔 好 那你皮膚清潔乾淨之後呢 呃 我很喜歡一些 泥巴狀的面膜 比如說火山泥的面膜啦 或者是一些比較高狀的面膜 就是沖洗式的面膜 呃 因為呢 我覺得皮膚敏感的時候呢 有一些 呃 貼的面膜 貼絲的面膜 就是一片一片那種面膜的話 有時候呢 你在敷那種面膜的時候 可能也會造成你的皮膚敏感的問題 我平常呢 都有定期在敷 呃 沖洗式的面膜 當作保養 那我要推薦的呢 是這款 其實 這款也是 呃 怎麼說 一個已經很久很久的品牌 然後應該大家 應該大家知道的也很多 這個是 貝加斯的 這款是淺綠色的 就是有點這樣子的 那這款呢 是 貝加斯的 礦物營養火山泥漿面膜 它名字很長 這款呢 是給 專門給敏感肌用的 它有另外一款深綠色的 那個美膚 經典的美膚泥漿面膜的話 它是比較強調就是 緊緻毛孔跟清潔你的毛孔這樣子 那 這款呢 因為它有 蘆薈膠 跟 芒果油在裡面 所以呢 它是 呃 教育經典款的話呢 它是給 可以乾燥的皮膚也可以用 可以幫你清潔你的皮膚 那 因為它裡面有這些 蘆薈膠跟芒果油 有這樣的保濕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呢 它的這款呢 是比較 強調就是說 舒緩你的皮膚 然後給予你的皮膚一些滋潤這樣子 那經典款呢 我沒有用過 我就只有用過這個而已 我在洗澡的時候 我會用 我會塗這個 呃 有時候呢 我並不是會塗在全面 我就是T字不會 或者是我覺得 我今天比較想要淨化 或者是加強的地方 那呢 就是 你洗澡的時候呢 你就邊塗 然後用蒸 就是你洗澡裡面不是有蒸氣嗎 那呢 就是這樣子會讓 這個美膚你的面膜就是 就是比較深沈浸 到你的皮膚裡面去 幫你的皮膚做一個代謝 跟一個調整的作用 更有時間的話呢 我就是會 洗完澡之後 我會敷這個 呃 我會敷這個 然後大概等個 10分鐘到15分鐘吧 那呢 這個呢 你不要等到全乾再洗 這樣子呢 可能你的皮膚就會比較乾一點 我會讓它 沒有到全乾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沖掉 那沖掉之後呢 我會覺得我的皮膚 就是很 很水嫩的感覺 就是很像 你的毛孔在呼吸的感覺 夏天的話呢 我覺得呢 你可以擁有一個 就是很天然的這種 泥巴的面膜 來 幫助 舒緩跟鎮定你的皮膚 那我也很想要用用看 那一罐經典的那個 美膚泥漿面膜 那如果說有一個經典美膚泥漿面膜的愛用者的話 也可以跟我說 那貝加斯的面膜之外呢 我還有一個 是去年我開始覺得很好用的 欸是這個 我看一下 這個 這個是一個義大利的品牌 然後呢 我真的不知道它這個怎麼念 然後我也不曉得它中文是怎麼說 但是呢 這條是我在台灣買的 它就在日本 就是真的很紅 然後它紅到都是缺貨 因為我在cosmic kitchen都缺貨 然後呢 我都一直買不到 然後我回台灣的時候 我就發現那個 我是在 漢省巨蛋買的 然後呢 它的中文的名稱呢 它是叫做一個 天然精油綠泥膏 然後呢 它是整個 都是真的是 泥巴的這種 等一下 我擠出來給你們看 它整個呢 就是 一擠出來 就是有那個 薰衣草的味道 這條呢 這條呢 其實已經快被我用完了 然後呢 這條呢 真的是超大條的 它是有分 它應該有分那種旅行 旅行的 適用的 小條的 然後跟中的 然後呢 因為那時候我在台灣 就直接看到這條大條 我就買回來 就直接買大條的 那呢 擠出來就是這樣子 它真的就是 濾泥膏 就是整個都是 呃 就是真的是泥土的 然後 就是 擠出來呢 它是有一股就是 蠻濃郁的一個 薰衣草的味道 那呢 它裡面呢 它有 綠泥膏 還有呢 琉璃巨油 還有金斬草 然後跟 薰衣草精油 還有風膠在裡面 還有 它是可以強調 進化你的毛孔 它在日本為什麼很紅呢 就是因為 泥巴 它有幫你解熱的功能 我那時候呢 看日本的一些美容的一些編輯 他們都很推 他們都說 這個啊 甚至你是可以拿來敷 你的這個肩膀啦 或者是你的 就是你覺得 身體累的地方 或是痠痛的地方 甚至呢 其實我沒有試過 他們有的人是 把這個拿來敷腳底 就是泥巴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去 鎮靜你的身體的部分 那呢我大部分呢 會是都拿這條 拿來敷臉 也是洗腳的時候用 那它其實呢 這裡面有一點點的顆粒 就是你敷完之後呢 你去把它洗掉的時候 它是有一點點微微的那些 就是很小很小的 那種顆粒在裡面 就是它也可以幫你做一個 去腳質的動作 那它這條呢 它的味道就是 很濃郁的薰衣草的味道 所以你在敷的同時呢 你也是 會就是很放鬆 很舒服 那呢它這個是寫說 如果你有皮膚 有痘痘的話 暗蒼的話 你可以一個禮拜用到三四次 那大概呢 也是大概十到十分鐘到十五分鐘 你也不要把它等到說很乾再洗 這樣你皮膚會太乾 那呢如果你一般的皮膚 沒有什麼痘痘的問題的話呢 一個禮拜一到兩次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就是貝加斯 要不然就是這個就是交替的在用 然後呢這裡面有時候會穿插一些 比如說片狀的拉保濕面目 那夏天呢我就是很注重清潔 我覺得你放再多的保養品 在你的皮膚裡面 如果你的皮膚的清潔是沒有做好的 或者是你的毛孔被阻塞的話呢 其實你後續那些保養品 其實要吸收的話 效果真的都會打折 你覺得你最近保養品吸收的不是很好 或者是你覺得你怎麼保養 怎麼皮膚都沒有更大的改善 或者是你覺得你今天你之前用那個保養品 你不如有變好 最近怎麼用皮膚都會打到一個瓶頸的狀況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來用一些像泥巴的面 幫你的皮膚做一些深層的清潔 然後呢活化你的皮膚 之後呢你再用你現在目前有的這些精華液啦 或者是面霜啦等等 然後呢給你們看一下 它這個推蓋是這樣的 就是後敷 那我的話呢 我的臉頰是比較敏感的 然後也比較乾的人 我平常呢都是比較針對在T字部位跟下巴 還有譬如說之前我在意的豆巴的部分 我會敷它 那如果我覺得乾的地方 比如說兩頰的話呢 我就把它 我就沒有敷 我就是敷逐步而已 然後偶爾呢我才會做一個全臉的大小處 比如說我才會敷全臉這樣子 那呢如果你沒有試過的朋友呢 可以試試看 嗨我把面膜沖掉了 然後呢就是沖掉的時候呢 就是我會覺得這個皮膚就是很軟這樣子 其實你也可以馬上看到 就是皮膚啊就是會覺得很嫩這樣子 就是很舒服 所以呢你在用你這個用在臉上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皮膚感覺很水嫩的感覺 那呢今天呢我分享的保養品呢 是我長年來呢都喜歡 都一直愛用的清潔保養品 如果說你的皮膚也很敏感的話呢 建議你也可以試試看我分享的產品 相信呢敏感肌呢好好的保養的話呢 皮膚的亮度也會出來 還有你只要好好的保養的話 你的屏障你把它保護好之後呢 其實就比較不會這麼的容易敏感 所以希望呢我今天分享你也會喜歡喔 那也歡迎呢如果我分享的產品 你覺得呢很不錯的話呢 你也可以跟我說在下面留言 我會很開心喔 好那就下次見囉 拜拜